所谓的斜 有时候我们说的是有向上斜插的形势 我们有说过拳骨插天仓 是这样插上去的 看到吗? 其实它的拳是漂亮的 第一它是村代表 第二它是村长 它自己也说的 其实它在他们姓成的家族里面 它的地位很高 当然你不要看它做艺员 这是另一回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拳骨有插仓的势 什么是拳骨插天仓 拳是权力仓是什么? 天仓 就是山林一带的仓库位 有拳是仓主才 所以这些也是一些有钱人的形象 有些人好像阿成夫人的这张照片 他在这里这样看 他就能插到的现象 有些人是插不到上的仓 他会插到眼尾那里 没什么钱的 我自己在南园 南园出名 南园出名 是很出名 但是有地 但是输了 有地他是不是输了 这个我不敢说了 因为一样东西就是说 他有拳骨插仓的势 但是他在他的形象上面 都有其他问题出现 之前我们看过一张照片 他的法令是反的 有张照片 所以当他一过了备运之后 他的法令反 他那个人中有粒 对应的第一是子女 第二就是他的灵 是不存的 所以他有好的地方 但是他也有很多地方 令到他是减分的 那我们就要几方面去理解 我们先要理解就是 他漂亮的就是 他有拳骨插仓的形势 好的 上次我是不是说过 你的拳骨上不了仓 是的 所以有些人 他只是去到眼尾 他上不了天仓的 那这些都叫做 那个分数 如果上到天仓 可能是90分 去到眼尾后面 可能是75-80分 那这个就是那个分数有分别 天仓就是上到五分 你会见到 天仓是否上到尾 你会见到他的气势 是上到这里的 见不见到 我炒回他 暂时还没有 这里 这里 他是这样斜插上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拳插仓的特性 这些人通常都是 理论上都是 一是三二人 又或者钱基本上是有的 OK 这个就是拳骨插天仓的特性 其实是倾向是组织到 不是希望 例如上面的 墙仓多是一些 或者上面都是一些加费的东西 现场有人问就是说拳插仓会不会都是与组业有关 刚刚相反 我们见到很多拳插仓的那些 都是多白手卿家的 我们见到城方在这里 城方就没有权 我们逐个逐个说 我们是否见到他这样 是不是这样斜插上去 没有 有人说黄光亮 他是不是叫黄光亮 是的 是不是没有权 不是 不是 实际上是很厉害的 实际上是很漂亮 很厉害的 看到吗 他的拳是内收了在里面 他没有横凸出来 什么为之内收 什么为之横凸 下面应该叫什么名字 李兆基 是李兆基 看到他的拳骨是很臃肿 李兆基 看到他整个拳骨都很臃肿 真的讲得难听一点 就是什么肉横生 我坐下你们会看得容易一点 看不见到 其实他不算拳 但是他是 就是你所说的 箭肉横生 确实实的 看到他整个这样 成一个不完的状态 好像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这样的 是不是 比起 如果我们对比他的话 黄光亮的话 他这里就是圆了 而且他圆得来 我说他是内收了在里面 他已经有一条戒 后面是肉 这一块是肉 前面是拳骨 我查了他 你们看真一点 看到他内收了进去 但是下面李兆基 他整个位置 这个位置 都是突出来 是突得过分了 是突得过分了 我看李兆基 会不会好像是浮了 浮了一些 还是不够实 李兆基 不单止不是浮 他是外 是障碍的外 这种所谓的障碍 多一分就是一种障碍 很简单 例如我们说是铁路的控制系统 他稍微可能就是 那辆车开快了 少少而已 他都会容易出意外 这种就为了障碍 李兆基 他就有这种障碍的情况出现 就是突多了出来 突多了 接着另外剩下的左上的位置 叫什么名字 麦 大麦 不用 真的不懂 这些叫黄 黄家驱 果然是那个年代 太好了 我们年轻的 其实黄家驱 它本身的拳骨 都不太差 为什么 在哪里 在眼尾 对落一点 它的拳骨形成了 好像有两个拳骨的特性 第一就是它眼尾的这个位置 第二就是它肉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它本身都不差 可能因为它要做四大恶人的角色 就会扮一个好像很恶的样子出来 但是我们会觉得 第一因为它看下去 它相对它整个面型是比较三角 三角形本身就是有一种纹的特性 就是我们所谓的纹质 纹人的特性 但是纹德黎 同一时间它的拳骨 也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少 它的拳骨不是凸 是它的肉比较少 比起下面李兆基的话 它的拳骨凸凸之外 它的肉也都浮凸 应该说它是有点种胀 是种凸出来 所以相对其实它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四大恶人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本身 四个不同的拳骨的特性 就以这两位相对来说 配合整个形相优胜 它虽然有插仓的细 但是因为它的法令板 因为它的骨也相对来说 是比较横凸 而且它的肉比较厚 比较厚 比较厚 我们看回旁边的照片 这一张 我们就会感受到它的肉 是比较松弛一些的 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松弛 什么叫紧致 不明白 我们又看看这一张 旁边的应该是李修賢 是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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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真的不懂 很厉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肉的紧致度 是有不同的 看不看得到 所以我们经常说骨肉要双清 骨不可以过分凸 肉不可以过多 肉不可以过少 肉应该要有紧致度 这两张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两位我们可以看到 骨肉要双清 骨的紧致度是不一样的 而这四个我们也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那个姓何 骨肉的紧致度是最明显的 黄光亮相对来说 这张照片认得它的肉是厚的 但是厚的仍然是紧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对比骨和肉 紧、松、多、小 多得太的我们叫障碍是一种阻碍 少得太的我们叫薄是一种寒薄 多一分为爱 少一分为薄 再少一分就是寒 一寒 骨一寒 骨属甘 权力就掌握得不好 骨一寒 它的肺或者它的呼吸系统 就会小心是有病 这个就是那个的特性 OK 9秒钟 骨膜 1秒 7秒 5秒 2秒 3秒 3秒